搜救人員的任務持續進行 而這當中協助尋找失蹤者 功不可沒的就是各縣市的搜救犬 昨天找到沙卡蕩步道 二十一歲胡姓女子的搜救犬Roger 曾經參與過二零一九年 花蓮雲翠大樓的搜救任務 而今年八歲的她 也即將要退休了 今年八歲的高雄拉布拉多搜救犬Roger 跟著搜救人員的腳步 在沙卡蕩步道 持續尋找失蹤者 眼前所見都是崎嶇的岩石 在魚鎮不斷的現場爬上爬下 鑽進石縫裡繡紋 任務困難度更是加倍 發現沙卡蕩二十一歲的胡姓女子 就在腳下的土堆裡 曾經參與二零一九年 花蓮雲門悬堤大樓搜救的Roger 由於平日訓練是找尋生還者 因此第一時間對她來說 氣味有點困惑 最主要是搜尋生還者 那因為可能罹難者 任務告一段落 受訪時Roger忍不住 把麥克風當玩具 隨著失蹤通報人數 檢守 搜救任務和單位也重新編組 各縣市陸續返回待命 而輪值的縣市高雄市特搜隊 留下三十四人兩犬 繼續支援搜救任務 要帶失蹤者回家 而來自花蓮的搜救犬威爾森 先在五日的搜救行動中 找到了第一名罹難者 接著在兩公尺旁發現另外一名罹難者 有了搜救犬的協助 加上和零犬員的默契配合 目前已經在沙卡蕩 巡獲三具遺體 記者蔡惠玲 邱福財 朱鳳之無奇稱 綜合報導